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一度被美国总统拜登称为让美国制造业回来了的台积电,美国工厂再次延期。 日前,台积电表示,将推置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的两家半导体工厂中第二座工厂的投产事件。 原本该工厂计划将在2026年直接投产三奈米晶片。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表示,台积电耗资约400亿美元的亚利桑那州专案在实现其量产时间的目标上遇到了挑战。 2022年12月6日,美国政府为亚利桑那州晶片代工厂举行了盛大的上机仪式, 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董事长刘德因,总裁魏哲嘉, 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苹果执行长库克, AMD执行长苏兹峰,以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政商界知名人物,悉数到场。 台积电在2020年开始建设亚利桑那州晶片代工厂, 共花费120亿美元。 按照规划,该工厂将在2024年正式营运,生产5奈米制成的晶片。 在仪式举行期间,台积电也为该工厂添了一把火, 宣布将建设第二座代工厂,投资金额也从最初的120亿美元加码至400亿美元, 并将原本规划的2024年量产5奈米计划升级至4奈米, 2026年则记录3奈米量产。 美国总统拜登更是激动地当场宣告, 各位,美国制造业回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 2023年7月,台积电宣布亚利桑纳州代工厂推迟投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 由于在半导体级设施中所需的设备安装熟练工人数量不足, 他们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他们努力改善情况的同时, 已派遣来自台湾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来短期培训当地熟练工人。 他们预计4奈米工艺技术的生产计划将延后至2025年。 实际上,据刘德英介绍, 台积电在美国工厂面临着多项挑战, 除了熟练工短缺外, 其用工成本也高于台湾。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表示, 在亚利桑纳州生产晶片的成本可能比台湾至少高出50%。 进入2024年,台积电再次宣布将推迟其在美国亚利桑纳州建设的两个半导体工厂中的第二座工厂的投产时间。 刘德英表示,台积电现在估计第二座工厂的量产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或2028年。 彭博社则指出,在这推迟的最长两年时间内,半导体技术足以升级一旦。 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台积电对美态度的转变首先是因为美国的人工成本相对较高, 这增加了在美建厂的营运成本。 其次,美国的人才供给可能不如台湾充足,这也增加了在美建厂的难度。 此外,美国的供应链和市场环境也可能不如台湾完善, 这也使得在美建厂的成本和风险增加。 而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除了土地、人力、能源等成本因素, 美国政府未兑现财政补贴也是导致台积电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 但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台积电对美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的补贴并没有兑现,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台积电不得不推迟在美投产的时间, 但从长远来看,台积电并不会放弃在美建厂的计划。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台积电仍可能继续推进在美建厂的计划。 台积电可能会寻求解决方案, 以克服在美建厂所面临的挑战,并实现其战略目标。 此外,台积电也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如果台积电无法克服在美建厂所面临的挑战, 或者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那么也可能会考虑放弃在美建厂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台积电可能会转向其他地区, 或者寻求其他的战略选择。 台积电不会完全放弃在美建厂的计划。 但考虑市场需求、地缘、全球竞争格局和产业链布局等多方面因素, 在当前形势下,台积电可能会选择退迟投产时间, 以此向美方施加压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积电可能会考虑在美建厂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而选择在更有优势的地区建厂。 同时,美国政府对于半导体的支持力度, 也可能会影响台积电在美建厂的决策。 随着大选临近,拜登政府急于突出一项标志性的经济举措,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向英特尔、台积电和其他顶级半导体公司发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以帮助这些公司建立新工厂。 这些补贴是价值53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美国晶片法案的第三笔补贴。 和前两笔补贴不同的是,这次补贴的是先进制程半导体技术, 而且资金量要大得多, 拜登政府希望加快推进全美各地新工厂的建设。 据业内人士声称,这一次获得补贴的是那些生产用于智慧型手机、 人工智慧等先进晶片的制造公司, 预计美国总统拜登三月发表国情咨文之前会宣布这一消息。 据悉,英特尔最有可能获得补贴, 该公司已经在美国的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的工厂或升级或新建工厂, 耗资将超过435亿美元。 另一个可能的受益者是台积电, 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正在建设两家晶片工厂, 总投资额为400亿美元。 该公司近期声称第二座工厂的投产将推迟。 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工制造商, 台积电在美国的专案频频遭遇挫折。 正如该公司董事长刘德因近期的表态进一步表明, 该亚利桑那州专案面临挑战, 包括熟练工人短缺以及获得美国政府资金数额的谈判艰难。 而分析人士称, 这些推迟可能是台积电为了从美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采取的谈判策略, 也凸显了美国在吸引晶片制造商到美国建厂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官员表示, 台积电强调亚利桑那州的专案面临诸多问题, 这是一种谈判策略, 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能够获得的晶片法案资金的份额。 据美国商务部称, 已有500多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获得该计划的资金, 170多家公司已经提交了申请。 另外,韩国三星电子也有望获得部分资金, 该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173亿美元的专案。 美光科技和德州仪器也是竞争者之一。 从目前已知的美国半导体补贴来看, 晶片法案提供的527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晶片行业。 第一笔补贴于去年12月宣布, 价值3500万美元, 授予了BAE系统公司生产战斗机晶片的工厂。 本月初发布了第二笔补贴, 美国政府宣布向Microchip公司提供1.62亿美元, 此举旨旨在帮助该公司将其产能提高两倍。 去年12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他将在未来一年内卫半导体晶片行业提供大约12笔补贴, 其中一些专案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可能会彻底重塑美国晶片生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